就是那個自帶罐頭音樂這樣子 好我們這樣子待會就知道罐頭音樂可以自製了 這樣子 抱歉 我沒錄些什麼 哈囉大家好我是高雅老師 今天我終於不用再自己彈鋼琴了 我歡迎姜天玲 嗨大家 我相信記得 jack- TSD 不 minor 還沒 pus 我這邊跟 LEGAL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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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 老大 倫 - 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接 - 硬接 - 哈囉大家好我是TL江念玲 - 耶 - 所以今天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 今天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喜趣 - 就是我在聖誕節有一場音樂會 - 因為聖誕節快到了嘛 - 然後就是我的音樂會在12月19呢 - 在台北城市舞台禮拜三晚上7點半 - Merry Christmas Mr.TL - 然後這場音樂會裡面都會是很多很多 - 或是冬天的歌曲都可以在這場音樂會裡面聽得到的嗎 - 話說就是我小學是讀音樂版的 - 以前就是很常會去聽這些古典的音樂嘛 - 就是非歌唱的 - 但是就是長大之後慢慢就開始 - 趨於一般人的口味了這樣 - 可是你偶爾還是會聽古典音樂嗎 - 唉 - 我電腦裡面其實是有古典音樂 - 可是我現在如果它播到我就會跳過了 - 哈哈哈哈哈哈 - 就會覺得比較想要跟著唱嘛 - 所以就覺得比較沒那麼有趣 - 但是其實看到現場的話 - 一場演奏還是覺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 而且我覺得清零現場還是真的不太一樣 - 就是聽的話你就只聽到成果 - 現場看就真的氣場 - 完全不一樣就不一樣 - 其實我覺得古典音樂跟流行歌曲比較不一樣的情況是 - 因為一般流行歌曲有歌詞嘛 - 然後它會有一點文字的解讀 - 可是我覺得文字解讀其實還是有一點空間 - 可是我覺得音樂更棒的是 - 它是一種訊息的狀態 - 然後每個人領略的感覺很重要 - 所以搞不好台下做了一個墨西哥人 - 然後他聽那個 - 聽這種梁柱或黃梅調 - 搞不好台會落淚 - 真的耶 - 我自己是開始教唱歌之後 - 我就發現其實 - 我小時候那段時間 - 對古典音樂的接觸其實幫助很大 - 就是我會對音樂比較敏感 - 對會很敏感 - 對 - 就是我會知道什麼是好的聲音 - 什麼是不好的聲音 - 多好奇你自己小時候是怎麼樣去接觸到學鋼琴這一塊 - 其實學鋼琴是我們家是先給哥哥學 - 可是我哥就是那種不愛練琴的小孩 - 不像我們音樂班的小孩比較自發性 - 因為從小就覺得這是一個責任然後必須要去做 - 我哥就是我媽叫他練琴他就可以塞子 - 然後有一次我媽就在樓下做飯 - 又發現樓上有沒有 - 我媽就想說怎麼會有人在擦鋼琴 - 然後就看到我哥在幹嘛你知道嗎 - 哥就把腳這樣舉起來 - 用腳趾在琴鍵上這樣子瘋狂轉啊 - 用腳砍鋼琴 - 我媽就獨打得太頓 - 然後就說 - 你這輩子不准在學鋼琴 - 不會讓你學了 - 後來呢我就跟我媽說那我也要學 - 因為我從小就對聲音有點敏感 - 可是我媽就覺得說前面一個大兒子 - 已經這樣相承過他的人 - 就是一個孽子 - 如此不孝 - 然後我媽最後就想說 - 嗯 不能 - 她沒辦法下定決心讓我學鋼琴 - 然後有一天呢因為對面在辦喪屍 - 以前喪屍都會有吸收米 - 以前的吸收米他除了送金之外 - 它還有有音效 - 就會有那種 - 然後法師就覺得 - 你也想到好像啊 - 真的在走 -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聽到大悲咒 - 還有那個 - 每天聽 -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學鋼琴 - 你可以彈一下嗎 - 然後我就在鋼琴上這樣 - 之類的 然後結果 - 結果我媽又引導我 - 當你剛剛在看什麼 - 這樣你死人了嗎 - 然後我也被毒打了一頓 - 毒打一頓之後 - 我媽就開始讓我學鋼琴了 - 喔 - 就是一個急轉之下 - 對 她就覺得說 - 最小孩曾欠奏 - 可是好像她又有一點天費 - 我小時候雖然是學古典音樂的 - 以前看電視啊 - 或者是聽那種流行歌曲 - 然後我就會想辦法在鋼琴上面自己彈 - 後來就變成小阿咪啊 - 或是小孔鏘 - 在那之前我不是說我容易被聲音控制嗎 - 嗯 - 老歌喔什麼的 - 然後她就會叫我彈 - 所以那個時候每天聽每天聽 - 我就會自己摸啊 - 當然以前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 伴奏音型的形態不會那麼花俏 - 嗯 - 然後後來就一直這樣子亂彈 - 彈到最後就會自己 - 譬如說原本是 - 然後後來懂了和聲越來越多之後 - 我就會自己摸啊 - 譬如說就會把它彈成比較浪漫 - 嗯 - 覺得自己編這樣 - 欸你知道 - 為鋼琴的男生在YouTube界很吃香嗎 - 真的嗎 - 阿滴就會寫鋼琴 - 然後就大家都說 - 軟男才華 - 這樣子 - 要不要出來當YouTuber - 哈哈哈哈 - 太辛苦了要剪片 - 要剪片 - 剪片就叫別人 - 哈哈哈哈 - 交給專業而已 - 那像你這樣子 - 你自己會創作你自己的鋼琴曲嗎 - 對啊我從大概 - 今年四月的音樂會 - 就有一些自己的創作曲 - 可以為我們獻上一首自己的創作嗎 - 可以啊可以啊 - 我就帶來這首歌曲叫做 - 東青 - 我後來發現 - 東青其實就是我們在聖誕樹 - 或是在那個 - 胡祭神那個圈圈上面會有一個紅色果子 - 然後它剛好也是12月25號的生日花 - 它的花語其實就是生命 - 對我就是想要 - 喊奏這個我自己的創作曲東青 - 好 - 好棒喔 - 好棒喔 - 裡面可以看到就是台下就是一群人 - 就是大家這樣子 - 哈哈哈哈 - 而且坐在旁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 而且可以感覺到你整個人已經進去了 - 就是跟剛剛那個喇賽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 哈哈哈哈 - 而且你剛剛那個狀態我覺得 - 等於在看你那個手機 - 這樣 - 哈哈哈哈 - 既然媽媽 - 哈哈哈哈 - 好那我們最後呢 - 既然演唱會會會彈到 - 聖誕樹的歌的話 - 我們最後就是我們來合作一首聖誕樹的歌 - 這樣子 - 因為 - 為什麼 - 因為我們家兒子非常喜歡這種歌 - 然後他最喜歡就是在那個 - 嘿的時候 - 有一個參與感 - 對對對 - 他最壞了 - 帥 - puppet - somewhat意料 - 欸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s to ride In one 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all the way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s to ride In one horse open sleigh Hey!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就開始通知小鈴鐺 那也別忘了12月19號星期三 在城市舞台江天玲 有一場Christmas的音樂會 大家也可以去買票喔 相信可以看兩天月售票戲 真的非常的棒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剛剛老師 我是貼二的江天玲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